此战日军一使用毒气,老天就马上下雨,两万日军自食恶果因此丧命,1941年3月15日担任一,二线兵团持至敌军任务的第七十军在奉心,高安先后遭到南北两路日军的猛烈进攻,上高会战正式打响。 张灵甫来到五十八师上任的时候,七十四军正在江西上高一带整训,不过两个多月上高就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。 这一仗史称上高会战,张灵甫一伤在后方歇息了一年有余,他是习惯了常年在前线中战的真正军人,不能上战场简直像失业一样难受,如今一回来就碰上了大战。 他精神抖擞三月二十日拂晓,日军开始使用化学药品,一股刺鼻的异味在阵地上蔓延开来,黑暗中眼睛察觉不到毒物,越来越浓的异味,使人痛咳难忍。 T4交加,很多中国官兵陆续出现中毒症状,天亮之后三十余架日机飞零,对着手机频繁扫射轰炸。 172团机战性日,在敌人飞机大炮加毒气的轮番攻击下,中国军队情况十分危急,索性张灵甫留了一手,他事先已经将两千云的补充团置于阵地的后方高地。 面对蜂拥而来的日军,张灵甫兵来将党,他镇定的按既定布置,将补充团柄上一线补充团在团长荷兰的带领下,向扑来的敌人发起迎头反击高地上,以猛烈的立体火网,将日军的后继冲锋波刺大力遮断成功遏制住敌人的进攻, 势头中国军队在正面阵地的激烈抵抗,把日军堵在靖山口进展不得,敌人只能停在离上高城东数公里外,遥望成远望成星探环顾四周,日军将领大鹤帽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,而中国军队,则是终于等到决战反攻的时刻,张灵甫下了靖山来到已经变成一片焦土的下坡桥,指挥大部队向关桥接方向大举反攻, 只用了一个白天就把日军逼到了绝境张灵甫来势汹汹,日军为阻止中国军队的攻势,出动飞机并再次释放毒气负于顽抗,所幸老天助了张灵甫,一臂之力天上电闪雷鸣,吓起了及时雨毒气,在风雨中迅速消散敌人的飞机,也只得一时暂停出动,甚是意外到了31号,早上日军,已经全线溃败中国军队乘胜追击, 日军根本顾不上物资材料等东西了大家都纷纷逃命,由于日军已龟缩近原阵地平显,固守张灵甫,遂下令停战斗张灵甫领导的这一战役,可谓是抗战中最精彩的一战,中国军队的战果,未必伤日军少将步兵,旅团长延勇, 大佐联队长帮田以下两万余人均马2800余匹各种火炮,石门不枪先于之,粉碎日军吹嘘到功毕刻的狂言,中国军,未抗日战史中难能者,一场战斗竟带来一将军一大佐的阵亡,这场战争可谓非常精彩。 感谢观看